近日,新冠肺炎感染引发的细胞因子风暴持续受到关注 应对细胞因子风暴,降低身体炎症因子数量 成为救治重症、微重症患者的关键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成立了一支护身队 他们采用血液进化技术 在治疗细胞因子风暴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的血液进化技术的话 可以有效地清除这些人介质 就避免了后期的心肺损伤 让这类病人不发展为微重症患者 或者是早期的微重症患者 那么他的心肺损伤可以减轻 让这类病人最后康复 提高我们的救治率降低死亡率 新冠肺炎病毒侵入人体后 部分患者身体免疫系统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 帮助身体对抗病毒 但当炎症因子超过一定数值后 会引起细胞因子风暴 造成心肺功能损伤 严重的会导致患者死亡 临床治疗中 一些重症患者往往会同时出现细胞因子风暴 呼吸困难 心肺功能衰竭等症状 统计医院多次采用多学科联合治疗的方式 将血液净化技术应用在患者救治上 取得了显著效果 那么上了呼吸以后 这个病人病情依然在进展 那么这个病人我们给他上了ECMO 同时我们启动了血液净化治疗 包括我们的呼吸治疗一起出现在这个病人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病人的话 我们连续做了24个小时以后 他的炎症因子敏据下降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间断地给他做 大概做了6次以后 这个病人的整个的炎症因子降到了正常 那他的心肺功能也恢复到了一个接近正常的范围 现在这个病人已经转到了普通病区 可能近期会出院 也是我们多学科合作的一个成果 何凡表示重症患者的救治最重要的是要关口前移 细胞因子风暴同样可以做到早检测早预警 对可能发生细胞因子风暴的患者要及早进行血液净化治疗 就是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治疗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总结了一定的经验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细胞因子和达到一定的水平 那么白G6我们达到了4到6倍以上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很有可能启动炎症因子风暴 后期导致心肺的损伤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对于所有的重症患者 我们都会给他监测细胞因子和淋巴细胞功能的水平 所以我们要更早地介入 通过这样的技术介入到炎症因子风暴 目前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护身队已经对800余名重症患者做了细胞因子检测 其中34名患者已经接受血液净化技术治疗 8名患者已经康复出院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